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两种说法 两种版本 官方的讲法 跟只有给知道的人看 看得懂的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呢 就是来糊弄你的 就这样 所以自然就有两种版本的说法 这个所有的一切的accord 异教 他们的秘书 他们的这个symbol 他们的沟通的方式 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可以在你面前发表一个演讲 不懂怎么去解读那个演讲的人呢 你听起来就是这些正面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是已经属于 这一个密教范围里面的人 你已经知道那个vocabulary 是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 还有你知道怎么去读他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听出另外一个意思出来 所以那个讯息是公开释放出来的 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重金属的他们的音乐嘛 他们唱的那个歌词有没有 表面上唱起来是这样 当你把他倒过来的时候 哇全部都是在咒诅神的 两个都make sense啊 那看你要相信哪一个 两个都存在 两个都存在啊 那看你懂不懂而已啊 所以说就是外行的看热闹嘛 内行的就看门道 那同样这个方式来看 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金字塔 这金字塔也不是12层 也不是14层 偏偏就是13层 上面呢 还有一个三角形 旁边是太阳的光线 然后呢里面就一只眼睛 OK那你说这个东西跟美国独立建国 有什么关系呢 这什么东东呢 对不对 那个东西 我们也读了其他的书 是有一个PhD写的 也很多人读他的书 大家看着心里面很放心 因为他讲的是让大家很舒服的 很放心很正面的 那他讲的是什么 他就说他引用圣经的话 那我们基督都很喜欢 对对对 哇有圣经的话来引用最好 对不对 好那他说那只眼睛都是 他就引说圣经里面 耶稣有讲一句话说 若你的眼睛辽亮 你全身就光明 英文里面是说 If your eyes is single OK 所以单一的 OK 如果你的眼目是单一 全身就光明 这是另外一种翻译 OK 那他就把这个single 变成single eye 你知道吗 就说 这个呢就是 假如是上帝 在看顾 好 可是呢 如果你是从神话学 或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你就很清楚看到 就是赫鲁斯之言的 The Eye of Horus 那个古埃及的文物 太多太多了 在里面 那个举证举证不完的 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个眼睛 那个眉毛 那个幅度 那个下来的弯曲度 那个就是The Eye of Horus S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个东西是考古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回到历史里面 重新去做这些假的东西出来 这存在几千年的东西 你知道吗 它的Origin是什么 它被用来做什么 它是指什么 就是指赫鲁斯之眼 那赫鲁斯就太阳神啊 那埃及在圣经里面 本来就是代表背叛 罪恶的背叛上帝的世界嘛 就是赫鲁斯之眼 他在现代的医学研究里面 发现说 眼睛那个样子 还有幅度 还有旁边 往下面这样子弯的那个轮廓 那些呢 完全是跟我们大脑中间的 松果体那个部分呢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这个地方呢 是控制你睡眠跟醒过来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赫鲁斯之眼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敬拜的图腾 或者是雕像 或者是绘画而已 同时呢这个赫鲁斯之眼呢 代表了第三眼的 third eye 他们怎么样开天眼开的 third eye 基本上就是要把那个地方给打开 对 对